检工员有人偷抱孩子 一男子挺身而出 赶忙上前制止 一圈朝着男子面我打去 男子应声道 不料警方赶来时 抢孩子的男子已经死亡 死的是人贩子 那他也是未明除害 经过警方调查得知 死者根本不是人贩子 那他为什么要偷抱别人的孩子 打人的男子 又是否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 介义勇为的凶手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7月的一天 对于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杨虎来说 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家住北方某县城的杨虎 在附近的公园闲逛 期间他去了趟公共厕所 刚出来就看见了让他镇静的一幕 一个男子在厕所门口东张西望 见一小女孩从厕所走出来 立马抱起就跑 小女孩受到惊吓 随地大声喊叫 可刚叫了声奶奶 嘴巴就被男子给用手捂住了 紧接着 男子抱着小女孩 而拐进了一个人少的小巷子 杨虎一看这假设 瞬间联想到了人贩子拐小孩的画面 他是有孩子人 甚至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 丢一个孩子就相当于毁一个家庭 想到这儿杨虎立马追了上去 拦住男子的去路 问男子 你是不是拐小孩的人贩子 男子有些气急败坏 怒吼道 事又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这又不是你家孩子 说完 便要绕过杨虎 继续往前走 杨虎一听急了 一个人贩子 竟然这般张狂 当时起了一股无名火 一圈朝着男子面目打去 男子硬生倒地 小女孩得意逃脱魔掌 杨虎见男子倒地不起 以为男子是装死 又给了他急脚 周围有人上来问 杨虎就告诉大家 男子是人贩子 周围人一听 也都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时不时有人上前踹男子急脚 很快小女孩的奶奶 发现孙女不见了 得知小巷子里有人抓住个人贩子 便赶了过来 一见到孙女就一把抱着不撒手 小女孩的奶奶对杨虎是千万行 直夸杨虎是健毅勇为的英雄好汉 周围人对杨虎的行为也是赞赏有加 随后有人报了警 此时的杨虎沉浸在被夸赞的喜悦当中 不由得有些沾沾自喜 可随后派出所民警的一句话 让杨虎瞬间惊恐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拐小孩的男子已经死了 男子死了 怎么死的 莫非是被打死的 那就到底是被谁打死的 是杨虎还是周围群众 民警随即将尸体交由法医去检验 然后准备将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询问 周围群众 一见男子死了 感觉事情不妙 刚才踹过男子人 纷纷地四处而逃 而杨虎是最先发现男子拐小孩的 也是将男子一拳打倒的人 想跑也跑不了 直接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 一路上 杨虎心里直后怕 他担心 经过法医鉴定 认定男子是自己打死的 那他就要摊上人命官司了 可杨虎转念一想 死的是人贩子 即便是经过鉴定 人就是他打死的 那他也是为民愁汉 能吃什么官司 就这样 杨虎慢慢放下了心 面对民警的询问 一口咬定 男子就是人贩子 死了是罪有应得 即便男子的死是自己直接造成的 自己也不该担责 可后来经过民警调查 死者名叫朱振海 在省城有正经工作 之前从无拐卖孩子前科 更重要的是 他还跟被拐女孩的母亲是同事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这就让人奇怪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朱振海怎么就会拐要好同事的女儿呢 这里面有何内情 随后民警找到了小女孩的母亲刘经了解情况 让民警感到不解的是 刘经得知此事后不为女儿是否受到惊吓而担心 却为朱振海的死而痛哭流涕 刘经一听说 朱振海拐自己女儿是被人发现后打死 差点当场晕倒 接着就哭着对民警说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害死了他 随后 刘经向民就讲述了其中的内情 这呀 还得从刘经跟丈夫的婚姻说起 刘经跟丈夫是大学同学 大学时两个人整天腻在一起 除了上课还常一起去看电影或逛商场 而至于看什么电影或买什么东西 基本上都是刘经说了算 另外 丈夫家境不错 老家因拆迁得了不少钱 父母早早就为丈夫在省城全款买了套婚房 刘经想 两人结婚后 没有还房贷的压力 生活呀 一定会轻松惬意 正是抱着以上的想法 毕业不久 刘经就答应了丈夫的求婚 婚后呢 两个人很快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起初两人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女儿的到来更是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几分欢声笑语 然而没过多久 丈夫就将婆婆接到家中 帮忙照看女儿 可正因婆婆的到来 夫妻俩的关系竟一落千丈 婆婆很强势 也很疼爱儿子 看不惯刘经整日在家里像个女王 不但很少做家务 还常对儿子腰三贺四的 婆婆不止一次当面说刘经 不懂为妻之道 说家务就该女人做 男人在外面拿辛苦挣钱 回家呀就该女人伺候着 刘经一听就来气了 自己在外面也有工作 凭什么家务活就该自己全包了 更重要的是 这么多年了 丈夫一向心甘情愿地对自己摆一摆顺 凭什么婆婆一来就挑拨两人的夫妻关系 婆媳两人经常为家务事炒翻天 弄得丈夫很头疼 另外 婆媳矛盾还不仅于此 婆婆节俭惯了 这顿饭吃完剩下的饭菜 下顿接着吃 刘经不喜欢吃剩菜剩饭 认为婆婆不是节俭 是不懂食品安全 有时气急了 就将剩菜剩饭直接给倒掉 而每次被婆婆发现 两个人总免不了一顿炒 这天 刘经在网上新买了件大衣 正在镜子前试穿 被婆婆看见了 又开始唠叨刘经乱花钱 刘经一听就觉得心动 随即没好气地冲婆婆吼她 我花我自己挣的钱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见刘经顶嘴 婆婆便又开始数了起刘经 不尊敬公婆来 两人随即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 最后还动起了手 好在最后被及时赶回家的丈夫给分开了 自此 婆婆再没给刘经过好脸色 而刘经竟连句话也不跟婆婆说了 丈夫见双方 如此水火不容 只好将婆婆送回了老家 又专门请了保姆照顾女儿 婆婆离开后 刘经原本以为跟丈夫能和好如初 不料 丈夫的态度却让她大失所望 时常一两个月不回家有此 面对丈夫的敷衍 刘经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而此时同事朱振海 逐渐走进了她的生活 而朱振海自认为两个人没有什么越会行为 可周围人却认为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 还传出了两人的疯言疯言 对于传言 刘经不以为然 可朱振海送她回家 却偏偏被丈夫抓个正着 面对此情景 刘经会做何解释 她与丈夫的婚姻还能否继续 建议勇为的凶手正在播出 丈夫先是经常很晚回家 就连周末和假期也不在家里待着 不是邀请朋友聚会 就是回老家看望父母 而每次回老家时都带着女儿 不让刘经跟着 说是担心刘经跟婆婆生气 再后来 丈夫调到了外地工作 时常一两个月不回家一次 夫妻俩只能电话联系 而每次通电话 丈夫还总是说不上两句话 就急着挂 对比此前 丈夫对自己的百依百顺 和细心的呵护 刘经很失落 越失落越抓狂 心情一不好 就给丈夫打电话 数了丈夫变了心 不再爱自己了 后来可好 丈夫不厌其烦 竟连刘经的电话也很少接了 刘经整日为此忧心忡忡 工作长出差错 没少挨领导的批评 有一次还差点要开除她 刘经害怕了 决心将心思都用到工作和女儿身上 至于丈夫的事顺其自然 丈夫不理她 她也不理丈夫 没了丈夫的挂心 女儿又有保姆带 刘经突然觉得空闲时间多了起来 想找个人看电影逛商场 可是周围的女性朋友 不是忙着看孩子 就是忙着谈恋案 根本没有人陪她去看电影或逛商场 就在这时 她想到了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单身小伙子 朱振海 朱振海比刘经小三岁 是外省人 孤身一人在省城工作 此前一直没有交过女朋友 常说要等事业有成了再成家 朱振海也喜欢看电影 各大导演的作品如数家珍 因此刘经每次邀请朱振海 一起去看电影 朱振海从不拒绝 两个人看完电影后 还常一起吃饭逛街 就这样 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起来 刘经沉醉其中 不能自拔 而朱振海 自认为两个人没有什么越轨行为 并不介意跟刘经走得很近 可周围人却认为 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 还传出了两人的风银风银 听到传言 刘经认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邪 根本没有当回事 然而 刘经的丈夫听此传闻后 勃然大怒 向刘经提出了离婚 这天晚上 看罢完场电影 朱振海开车 送刘经回家 刘经刚一下车 就愣住了 不远处 正站着两月未归的丈夫 丈夫怎么突然回来了 提前连个招呼也没打 刘经还在愣神 突然 丈夫快步走上前 狠狠地给了刘经一巴掌 骂刘经不要脸 朱振海见刘经被打了 便想替刘经出头 刘经见证 赶忙阻止 劝走了朱振海 随后 刘经想跟丈夫解释 这是误会 丈夫一摆手 说自己 前些天从一朋友那听说 见过几次刘经 第一男子 亲密地吃饭逛街 起初自己还不相信 没想到竟是真的 现在既然刘经已经出轨了 两个人干脆离婚好 刘经一听就惊呆了 丈夫竟然仅凭朋友 捕风捉椅的见闻 以及朱振海晚上 送自己回家 这两件事 就判断自己出轨 未免太武断了吧 而说到离婚 其实丈夫冷淡了他好多年 他早有预感 两个人的婚姻难以长久 却没想到会这么突然结束 刘经还想跟丈夫解释 自己跟朱振海的关系 可丈夫压根不想听 只想跟刘经谈离婚的事情 刘经见丈夫 一心要跟自己离婚 说自己出轨 恐怕也是故意找借口 便生气地说 离就离 房子归你 女儿和其他财产归我 刘经本以为自己 为了得到女儿抚养权 对丈夫够大方了 可不想丈夫听后 竟冷笑了一声说 根据法律规定 房子是她的婚前财产 离婚后本就该属于她 银行存款是夫妻共有 两个人一人一半 但至于女儿 随丈夫性 就应该由丈夫抚养 刘经听后 倒吸了一口良情 恍惚中记起 好像确实有这样的规定 婚前南方全款买的房 离婚后还归南方 看来 刘经只能跟丈夫 争存款和女儿了 银行存款一人一半 也算公平 可女儿是自己身上 掉下来的肉 平时跟自己最亲 凭什么丈夫 要女儿的抚养权 刘经不同意 将女儿给丈夫 可丈夫却非要女儿不可 还说呀 宁可家里的财产全都不要 也要女儿 而刘经的态度也很坚决 宁可跟丈夫打官司 也不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刘经跟丈夫 因为女儿的抚养权问题 没有达成离婚协议 离婚的事便搁置了 可婚虽没离成 两个人的关系 却无可挽回了 丈夫竟要求刘经 尽早搬出自己的家 刘经向来好强 见丈夫对自己这般无情 刚提出离婚 接着就要撵自己走 一点夫妻情分都没有 他既伤心又生气 决心呢 尽早搬出家 不再看丈夫的嘴脸 随后刘经独自在外 租了一套小房子 打算生活稳定后 将女儿接到身边来 可不想女儿竟被丈夫 偷偷送回了老家 得知此事 刘经又急又气 赶忙跑去找女儿 不料却被婆婆拒之门外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 刘经接下来该怎么办 连番遭遇了婚变 和女儿被暴走的打击 刘经的意志十分消沉 整日里魂不守舍 朱镇海自认 刘经跟丈夫闹离婚 有自己的过错 十分愧疚 而且他内心呢 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刘经 所以呢 没事就主动陪刘经 看看电影逛逛街 想让刘经的心情好一些 刘经被朱镇海 刘经的举动打动了 认为患难见真情 朱镇海才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于是 在刘经的主动下 两个人越走越近 最后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 慢慢地刘经走出了婚变的阴影 平日里也有了孝顿 可每次一想到女儿 她还是会心痛不泌 有时晚上梦到女儿 就会半夜坐起来大哭一场 朱镇海见刘经始终放不下女儿 便想帮刘经将女儿带回来 去刘经婆婆家里要 肯定是不行 估计啊 门都进不去 那就只有在外面抢了 可抢又不能明着抢 最好趁没人注意时 偷偷抱走 朱镇海跑到刘经婆婆家附近 偷偷潜伏 找到可乘之机后 将刘经女儿抢走 偷抱孩子 没有惊动刘经婆婆 却被狭义心肠的杨虎给装上 杨虎将朱镇海错荡成人贩子 将其打倒在地 不料酿成大祸 刘经跟丈夫争孩子 结果却让情人朱镇海平白死亡 得知朱镇海并非人贩子 杨虎惊恐万分 那么朱镇海为何突然死亡 杨虎是否要为朱镇海的死 承担责任 见义勇为的凶手正在播出 紧接着 朱镇海请了几天的假 按刘经提供的地址 跑到刘经婆婆家附近 潜伏了起来 这天 刘经女儿独自进了女厕所 刘经婆婆在外等着 恰巧遇到了熟人 便背对着厕所门 跟人聊了起来 朱镇海见时机正好 带刘经女儿一出厕所门 抱着就跑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偷抱孩子 没有惊动刘经婆婆 却被狭义心肠的杨虎给撞上了 接着便发生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杨虎误认为 朱镇海是拐小孩的人贩子 一拳将其打倒在地 还对周围群众说 朱镇海是人贩子 结果引得周围群众 也对朱镇海一番全大脚踢 民警到来后发现 朱镇海已经死亡了 刘经跟丈夫争孩子 结果却让情人朱镇海 平白送老命 不免让人唏嘘 而当初刘经丈夫 为何非要跟刘经离婚呢 对此 民警找到刘经丈夫了解情况 据他讲 妻子刘经向来强势 又比较自我 自谈恋爱起 就常对她大呼小叫 结婚后 她对妻子仍百万迁就 本是为了家庭和睦 可不想母亲才来住几个月 刘经就跟母亲闹得不可开交 就这样 刘经丈夫对妻子越发不满 也就越发不愿意回家 后来还主动申请了外调 外调期间 她想清楚了要跟妻子离婚 因为觉得妻子本性难改 继续下去也是煎熬 只是苦于找不到离婚的借口 而恰在这时 他听闻 妻子跟朱振海走得比较近 便想以此为借口 向妻子提出离婚 可巧的是 他回家当晚就撞见了 朱振海送妻子回家 刘经丈夫一心想离婚 对于妻子跟朱振海 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他并不感兴趣 他最想要的是女儿的抚养权 后来见妻子 死活不肯将女儿抚养权 让给自己 便想到先将妻子 从家里赶出去 然后再偷偷地 将女儿送回老家的主意 他原本以为 这样妻子就会知难而退 逐渐地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不想妻子 竟让朱振海跑到自己的老家 想偷偷地再将女儿抱回去 结果出了人命 杨虎原本以为自己是见义勇为 没有想到竟挫伤无辜 酿成悲剧 那么一拳将朱振海 打倒在地的杨虎 对朱振海的死 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很快啊 检察机关以杨虎涉嫌犯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自己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杨虎心里害怕极了 他当时啊并不知道朱振海 只是想帮刘青抱回女儿 不是人贩子 法庭上杨虎一再强调 自己事先不知道朱振海 不是人贩子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出手导致了朱振海的死亡 应该属于意外事故 不该受到惩罚 那么杨虎的说辞 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吗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假想防卫 假想防卫是指 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 误认为有不法侵害的存在 实施防卫行为 结果造成损害的行为 假想防卫的必备条件 第一 不法侵害行为实际上并不存在 是行为人假想出来的 这源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错误 这是假想防卫 区别于正当防卫 和其他防卫错误的关键 第二 行为人的防卫行为 给无辜者造成了损害 所谓的无辜者 也就是行为人假想出来的 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者 因此 行为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案中 经过法医鉴定 朱振海有先天性心脏病 其死亡原因 是因心脏疾病所致死亡 其所受外伤 是死亡的辅助因素 参与度为30%至40% 也就是说 杨虎打朱振海的那一拳 是导致朱振海死亡的重要因素 却不是主要因素 最终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杨虎和朱振海案发前 并不认识 双方也无其他的恩怨 杨虎主观目的是建议勇为 而不是极其追求伤害他人 客观上 杨虎的殴打不是朱振海死亡的必然原因 他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 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是杨虎在已将朱振海制服的情况下 继续殴打 且对围观的群众说朱振海是人贩子 从而引发了其他群众的殴打行为 对朱振海的死亡存在过失 最终 华院做出判决 杨虎犯过失之人死亡罪 免于刑事处罚 支付朱振海家人 八万元作为赔偿 事后 杨虎很后悔 自己当时没问明情况就冲动动手 如果只是拦住朱振海 让其他人帮忙报警 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 八万元 对杨虎的家庭来说 不是小数目 而朱振海年纪轻轻就没了命 对其家人来说 更是致命打击 正所谓 衣食足乌成千股恨 杨虎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此事 多半是因为刘金而起 刘金感到非常的愧疚 他主动找到了朱振海的家人 请求谅解 并承诺 以后啊 每年都会给朱振海父母 一万元作为养老钱 也作为补偿 案件结束后 刘金身心俱疲 觉得再无心力去抚养女儿 便主动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 跟丈夫协议离婚 观众朋友 孩子是婚姻的纽带 离婚时 夫妻俩谁将拥有孩子的抚养权 应该看孩子跟着谁 更有利于健康成长 谁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夫妻双方坐下来沟通协商决定 而不应该通过抢夺的方式定夺 这样 不但会更加伤害到孩子 还容易导致悲剧 班中 朱振海就因此丧了命 另外 建议永违值得称赞 可也该先问明是非对错 胡乱出手 可能酿成大错 法案中养虎 就是一例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服务号 再见 他的老伴突然失踪 四处寻找 却找不到 是不是已经遇了不测 刘凤赶紧报了警 他得知 老伴已被杀害 凶手 竟是房产中介的业务员 上次自己生定入院 何为日夜照料 跟半个儿子可差不多呀 中介为何会对老人痛下狠手呢 他们之间到底有得怎样的恩怨 空巢老人之死 下期播出